美元国债从西洋产业去美元化电程所向披靡 美国将采取行动支持 中国做好了最坏打算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好连观点 近日据彭博社报道 多元化地项显现 中国抛售美元国债的规模创下进行 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统计 中国在今年的第一季度 一共抛售了533亿美元的国债和机构债券 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一次 可见在世界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存在的情况下 中国正在加速转移在美资产 并展直转向多元化 尽最大可能减少损失 中国的这个举动 重新引起了美国和世界各大投资者的普遍关注 有专家称 随着中国出售美元资产 中国会越发脱离美元的控制 中美两大经地体之间的矛盾将因此恶化 美国的对华政策很有可能取向极端化 面对这样的情形 中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 一些央行购买黄金 很可能就是为了应对美国更加激烈的制裁风险 准落到现在这个下场 美国明显就是自作自受 前两天拜登宣布要对中国的一系列商品 全面提高关税 长期以来 美国对中国企业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综合制裁 中国已经认可认 更何况 美国始终想要用债养债的方式来加速经济增长 靠收购其他国家来养活自己 这很明显就是在引证止渴 现如今世界很多国家都在考虑放弃美元结算的方式 中俄已经率先才提醒了 打响了反抗美元霸权的第一条 上个月 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对外宣布 中俄双方之间几近九成的商品贸易是用人民币和乳布结算的 毫不夸张的说 区美元化电程在中国贸易当中被拉到了电头 实践证明 区美元化完全可行 世界货币经济体系少了美元 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中俄的做法也给世界上其他受制于美元霸权的国家开了个好图 事实和行动告诉他们 美元霸权是可以被推翻的 美国的霸凌也是可以被终止的 等到美元霸权被推翻 美国霸权毫无疑问就会成为过去式 目前美元已经如此危机 美国到现在还想着在 俄罗战争法以冲突当中搅浑水 以提高自己的影响压制俄罗斯 殊不知他自己还能不能站得稳都不好说 更何况今年的大算还要等着花一大天 美国的财政危机很快就将陷入一发而出 而不可收拾的程度 我们就铁在边上等着看热闹 我认为跌下来 中国抛售美债的贵物霸将的持续升级 抛售的速度还会加快 未来将会创下更高的机会 世界去美元化的电程正在加速向铁推定 已经持目的美元毫无疑问是一门西洋产业 继续加持美元将来霸将会承担很大一笔损失 任何国家或个人 当发现所做的事情很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严重或不利的后果 最好的做法就是立马停手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